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天气越来越凉了 有没有觉得 今天秋天的感觉好冷气 今天早上出门其实就蛮凉的了 但是稍微现在可能比较热一点 但如果有早一点出门 那种六七点 淡水好像今天还十几度 没穿外套真的会觉得好冷 是冷啊 是冷 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三十几度了 但这样的季节虽然很想谈恋爱 但刚听老师分析一下的这个形象 好像不太妙 对 因为在十月份 那个跟恋爱有关的金星 会跟天王星产生一个对冲的相位关系 那这个对冲的相位 因为天王星本代表是种所谓的极端 或突变的这样的一个含义 所以当金星跟天王星对冲的时候 代表在十月份很容易发生 比如说像有些人 他可能就突然就被分手 或者是说有些人突然就劈腿了 什么 所以这是一个劈腿的季节 到了吗 所以我觉得十月份就是第一个尽量不要跟另外一半吵架 然后第二个把另外一半看紧一点 就开始要各种手机留言啊 私讯啊 LINE啊 电话往来的名单啊 哇 这查下来不得了了 善用自己的直觉 诶这样 可是有时候不会太过度 反而会让你另一半就说 那你已经被那么重干了 压力太大 对 还要事可而止啦 就是虽然心象是这样子 但是就是多加注意一点 没有应该就是这段时间可能多关心一下对方啊 多爱一下对方 因为我觉得紧迫丁人不是解决知道啦 对啦 但是像这种就是提到这种劈腿 大家都知道 劈腿这种就是渣男中的渣男 没什么好讲的 像之前新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 某个戏剧叫军师联盟 里面的男主角 大家是广受好评 他是一个爱家顾家的良好形象的好男人 对 结果结果日前就爆出 哇塞也是不得了耶 小四小五耶 不得了耶 哇老师有发表到这个 应该也有看军师联盟 对 他他里面的形象就是 很让人向往的就是老公的形象 对 就觉得我有这样的另一半多好啊 但结果现实生活中并不是那样 就是 然后也有就是媒体就翻出他之前专访的内容嘛 然后就说呢 他之前 他说他谈成在年纪比较小的时候 也是一个很 不会说不的男人 那不会说什么不呢 就是不主动 不负责 然后也不会拒绝三不 对 所以错都是别人的错 对 然后也会惹来一些 比如说女生可能就觉得你不错 然后就黏上来了 可是他就不会说不哦 那当他老婆其实正宫也是胆战心惊啊 哎 我跟你讲 非常多就是那种劈腿的渣男啊 他们真的就是这三不 对 他们真的就这三不 那是不是有一些这些星座也是这三不 就是 等下我们会聊的这些星座 大概有三个都会这样子吧 对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男生要有价值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劈腿 然后被抓到 我觉得你就是要勇敢承认 怎么样我就劈腿了 我怎么不能承认呢 然后你都要把罪 然后推到别人身上 有些就是很渣 没有没有没有 是那个女生自己 就怎么样来跟我 我没有怎么样 但我也不好意思拒绝啊 好这个就可以了 可以直接了当的跟他说再见 所以今天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就是要来请我们老师 来为我们解析一下 到底到底哪一些星座特别渣 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看看 因为有一个排行榜 有一些就是你知道 娱乐八卦新闻上爆出来的劈腿事件 我们就可以来好好检验一下 这些星座是不是都上榜了 好 请老师先为我们揭晓 比较不扎的第四名 不过当然我也要讲啦 就是我们还是尽量 以上生星座为主 然后太阳星座为辅 因为人生的轨迹 其实从太阳 上升星座反映的会比较多 太阳星座比较像个性 可是上升星座比较偏向于 你人生会发生的事件 所以我们还是要 以自己的上升为主 以上升为主会比较明显 好啊 那我们来揭晓第四名 第四名是谁呢 第四名 来 是我们的天秤 对通常大家都很容易 会想到的天秤座 为什么是天秤 其实天秤大家都知道 都是朗朗后啊 就是一个 反正来不管男女哦 我们刚刚讲了 不拒绝有没有 不主动有没有 对对对对 这个就是他 他比较容易 比较 不会拒绝别人的一个类型 可是这样子也很容易 让自己的另一半会觉得 有危险 因为天秤座的男生 会其实会真的比一般的男生 还要更细心 然后更容易去注意到一些小细节 然后通常他们性格上面 会给人家感觉是比较 稳稳如雅的 然后跟他在一起会是一个 所谓比较舒服的这样一个状态 尤其我觉得那种 天秤座的男生 对女生展现出来那种温柔啊 体贴 其实有时候还蛮容易让别人误会的 哦对 这个是的确天秤男 很大的一个 就是会让人家觉得 好像 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呢 对 是不是呢 然后让人家那边猜来猜去 然后就就是在那边觉得 正常被天秤座男生心的 就是勾得心痒痒的 对 然后就给他 就是比如说你主动或什么之类 天秤座男生通常因为 其实我觉得他们不太喜欢冲突 或是不喜欢打坏关系 所以他们有时候就不容易 就是不小心就劈腿了 不小心吗 这叫不小心吗 然后不小心就劈腿了 而且天秤座男生通常是 比如说 我们讲天秤座 她是一个平衡的星座 所以比如说 她的正宫娘娘可能 这个部分有50%是她喜欢的 这个小三有另外50%是她喜欢的 所以变成她两个就变得很难取舍 无法抉择 对无法抉择 无法取舍 因为假设说 你真的就喜欢小三 那你就分手嘛 你就跟原本的分手 好好跟小三在一起就好了嘛 就没有什么劈腿 对就没有什么劈腿的问题嘛 可是他们也不是 他们就会觉得说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女生 有些这些地方我喜欢 然后那个女生 有这些东西我喜欢 两个我都很喜欢 没办法决定 放不下 放不下 怎么办 所以有些 渣男的天秤座 我不是全部 我们讲不知道 不是全部啦 上升上升 对上升会比较明显 就是他们会用的一种方式 就是让他们 政公跟小三去私杀 反正最后谁留下来了 我就继续跟谁在一起 所以她也是放任两个人 自己去私杀 自己也没有参与这一切 可是导火线是她耶 就是反正最后谁受不了 谁离开嘛 哇塞 天秤座他们有时候 因为不想去做这个决定 所以他们 为什么会加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他们最后会 就是放任他们 小三跟政公去私杀 反正谁受不了谁离开 哦 这样真的不行 所以天秤座就是那个 不拒绝的代表 对 对不对 好来公布我们的第三名 第三名是谁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猜得到 就是感情比较丰富的星座 这样讲应该很明显了吧 就是我们的 双语座 老师来来来 双语座又是哪一个不 不的代表呢 我们刚刚讲的三个不是什么 不拒绝 不负责 不负责嘛 不主动 不主动嘛 对不对 其实如果要讲不负责的话 其实双语座是一个 我相对来说 比较不负责的男生 他哪里不负责了 对 他哪里 就是我们先讲 因为双语座 本身就是很容易 被当下情境给迷惑的一个人 所以只要当下灯光好啊 气氛加啊 双语座是非常非常容易滑铁路的 就比较容易滑进摩铁路的那种 是逢场作戏型的吗 也不是逢场作戏 就是比如说 突然 而且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很难去诠释 但是 他们就是突然会觉得灯光好气氛加 然后对你有这个感觉 就突然那个感觉 当下火花来了就对了 当然这个感觉突然是涌上这个头 还是另外一个头不太清楚 反正这感觉突然就涌上来了就对了 然后就会给人家亲下去 而且经过那个官方 就是非官方的统计 对 然后就是双语座男生听说非常会接吻 哦天哪 那一定很多就是被他吻下去的女生就聊了 对 就是有一些女生就讲说 然后双语座男生跟他接吻起来 好像是棉花糖 哇塞 这么穷高的那个赞誉 适合用在这种渣男生之后 然后所以 所以比如说双语座男生突然感觉来 就给人家亲下去 那你被亲的人当下感觉也很好 所以就不小心就蹦出了火花 好 就尽管知道他可能有正宫或女友 都还是一起聊下去 可是我们讲的不负责有两种状态 一个是当下可能因为感觉太好了 对不对 可是有可能是属于射后不理的那一种 就是玩完然后就掰了 就是因为当下感觉好 可是不代表隔天起来感觉还是会好 所以他们是第一个有可能是 因为气氛不对啦 我已经没灯光了 就突然清醒了 所以他们是有可能就是 就是今天晚上跟明天早上 有可能他会 就是可能会跟你说不好意思啊 昨天就是不小心怎样怎样 可是他有可能就是这样 就这样射后不理 第二个第二种可能性是 比如说他如果跟小杉持续在一起 然后不小心被正宫抓到了 见到双语座男生绝对是逃避责任的那一种 啊不负责任 好啦就我们就到这了 因为我老婆发现了 对不起对不起 然后他的不负责任第一个一定 比如说如果抓健在床 然后双语座男生一定是 他勾引我的 这我已经听过了 对对那男生就跳起来 然后跑到老婆声音 是他勾引我的 是他也黏着我 人都是他杀的 对所以我们说他不负责任 第一个有可能隔天早上起来 好不负责任 就不承认这件事情 对或者是说他好我们两个继续交往 被抓到了 他马上就把责任都堆在别人身上 哦没有要担任何责任啊 就是一种不负责渣男 哇他已经是一个布的 不负责渣男代表布 好来再来第二名了 来第二名这个 我觉得他也好像是 讲到花心的主题的时候 他也蛮容易上榜的 很难逃脱 来来来我最这样讲 大家应该也知道是谁了 双子座 我们还有一个布是什么 还有一个布主动 不主动哦 对他不主动可能还有 这个比较少用到双子座的身上 那他是怎样的渣啊 我觉得双子座他们 对于感情我先讲 因为双子座其实在很多时候 他们是没有什么太多 那个怎么形容 没有太多的想法 还是他们很多变 伦理道德你知道吗 比如说像有些人 因为他会强词夺利 他会把自己 对的行为都合理化 对 像有些人比如说 有人来勾引他或什么 有些人都会觉得说 不行我的另外一半 可能会难过会伤心或什么 双子座没有这么多的道德 及时新乐 他没有这么多的道德责任就对了 OK 所以双子座呢 他们在感情的部分来说的话 的确会比较容易有逢场作戏的 逢场作戏也代表是他 对 他的确可能比较容易逢场作戏 然后另外一个是 他们在感情的部分 也常常会搞一些 无缝结果的状态 可能今天跟女友分手 对 下午就跟 已经暧昧许久的对象在一起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应该是说他们那种感觉 很像说 我已经有另外一个女生朋友 然后我们两个本来就 麻吉麻吉 不错 有达以上 就是有可能 对 就是可能已经有达以上 然后就 久后来被正宫抓到 那正宫可能就说 那我们分手或什么之类的 对 但是双子座 他并不会觉得 对你有什么亏气 他可能还是照常跟你的联络 然后照常找你出去吃饭 然后就原本的正宫娘娘 有可能不小心就变小三 反而自己角色互换啊 对对对 我可以跟你讲分手 然后结果 诶这样子这样 对吗 双子座很渣耶 然后说 然后对原本的正宫 然后变成小三 然后当然会心有不甘 可是又觉得说 我又离不开他 哦不行 这样真的女生不能太傻 这么渣的男生 你确定要继续留着吗 等一下后面会有其他的告诉你们 对 所以双子座的代表 有点像是通吃就对了 因为一方面 他们没有那么高的道德 就是没有那么崇尚的道德 道德感 然后另外一方面来说 他们在感情的部分 也很容易是属于那种 他是喜欢很多新鲜的感觉吧 对他也有可能是这样子 因为他们就会觉得说 每个人都像是一本书 或是每个人都是一本杂志 然后他都很喜欢 然后他就觉得说 每个人都还不错 一次只能买一本哦 知道吗 双子座 然后像 而且我这边特别以上身为主 可能太阳双子 还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上身双子非常明显 因为我手边有一些案例 就是命理案例的一些统计 比如说像我遇过上身双子座男生 他的女朋友至少交往过 就是有承认的 至少超过八十个以上 八十个 等一下几岁啊 八十个 现在应该六十吧 就是等到二十年前 我们那时候统计的时候 他那时候已经超过八十了 好荒唐哦 然后再来说 我曾经也碰过一个女生 就是小女生 二十几岁 他已经那时候交了将近五十个男朋友 等一下多大 这样算下来一次是跟几个啊 通通上身双子会比较明显 他们很容易就是同一时间会有两个以上的对象 他们这样不累吗 你看他在好像排班 一三五二四六 然后电话可能还要设 这是什么同事A同事B 还是这是小花 这是我妈 这是我爸 接起来都是不同女生的声音 这是我阿姨 这是我婶婶 像我刚刚说那个 像我刚刚不是讲一个女生上的双子女吗 他就是 比如说他可以前男友跟男朋友在同一个办公室 然后比如说男朋友今天很忙 没有时间陪他 他可能会去前男友家吃饭 备胎吗 然后他会觉得说 他不觉得说这样子有什么问题 这样的问题很大 双子座的男性朋友们 问题可大了 能在同一个办公室环境共处也是不容易 这种尴尬感 这样他的现任及前任在一个空间 应该也是蛮尴尬的 当然因为我没有办法 问到另外一半 所以我只能说 就是他们在感情的这个部分来说 他们常常在对于我们很多觉得很惊讶的事情 他们都会觉得说到底有什么问题 对啊 这有什么错吗 这有什么问题吗 那遇到上升双子 是想要抓去那个道德 道德教训一下 就是到底有什么问题 让你觉得这些事情是没有问题的 来来想想看 有没有周遭的朋友是这个星座 可以回想一下 双子座跟天秤座 他们都会有那种朗朗后的感觉 朗朗后 对 就是异性找他们出去吃喝玩乐 他们都觉得OK啊 没有什么问题啊 然后也不会觉得说 我现在有男朋友我应该要避嫌 他们都不会有这种想法 所以他也是不拒绝的代表 小心哦 不是他不拒绝你 不是说对你有好感 是反正阿凡又有人来找我吃饭 然后我今天没事啊 我们就是吃饭有什么关系 反正我今天没约啊 走啊走啊没差啊 不是对你有好感哦 所以女生要注意 反正就反正天煎丑有什么关系呢 反正上上窗有什么关系呢 好明白 我的天啊 要想清楚女生们 第一名 我觉得这个第一名真的让我蛮意外的 因为他是爱家爱国爱民族的一个 就是好男人星座代表 没想到渣男也上耶 我真的很意外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这是什么星座了 来吧第一名 对 讲到爱家大家应该都会猜讨是巨蟹座 对啊怎么会是第一名呢 可是爱家跟潘廷安没有关系 这是两码之石 他爱家就代表会对家里有责任感 有责任感就有道德感 我不否认他们对父母很孝顺 不否认他们对小孩对自己的小孩很好 那到底发生什么问题 让他就是既可以对家里好 也可以对外面的人好呢 到底发生什么问题 就是比如说像巨蟹 巨蟹男 当然我们还是尽量以上升为主 通常巨蟹男帅哥美女的比例不是很高 但是通常他们都会给人家感觉很好亲近 所以他是一个就是好男人形象 让人不住觉得很温暖 然后就是跟他在一起 就是你会觉得没有什么压力 然后很容易让女生卸下心房 可是这样子巨蟹不是应该要会自己默默的拒绝吗 还是他会觉得这也没有关系 因为双子是因为没有道德感嘛 那巨蟹到底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没拒绝 就我们可能要访问一下巨蟹座 所以巨蟹就是因为 还是因为他也是不懂得拒绝的代表 就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说出口 就觉得说不好像不太OK 会不会伤到他的心啊 就想很多吗 我觉得巨蟹座比较像是所谓的 因为第一方面我觉得他很容易让女生卸下心房 另外一方面是当他 比如说我现在跟我的女朋友的交往 那虽然我们在一起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可能在你这边找不到我想要的感觉 刚好另外一个女生有 他就过去了 其实上身巨蟹在整个占星学里面 他比一般星座更容易遇到三角恋的问题 要嘛就是被批要嘛就是批别人 其实蛮悲伤的星座 对所以你要选择被批还是批别人 这不好说不好说 这大家自己心里有一把尺 这个比例真的非常的高 对 所以巨蟹男好好想一想你到底在干嘛 就是不要有看到比较好的就 想想自己还有另外一半也是有好处的 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四名 天平就是不拒绝的代表 对 然后我们的双鱼 那这样里面有不主动的代表吗 就是不会主动去 可是人家就贴上来 我也不好意思拒绝 那好像就是巨蟹座对不对 算吗 其实这四个都会有 你说四个都 如果你是会不主动这件事情 因为有些渣就是会自己出击嘛 各种撩妹啊 可是他们都是那种不会主动撩妹型 就是比如说妹来撩他们 他们也都OK的啦 就妹要来撩OK 那他们会主动去撩吗 有没有这几个是主动去撩妹 主动会撩的话大概就双子跟巨蟹会比较明显 巨蟹也去撩别人 那到底讲错讲错 那个双子跟双鱼对不起 双子跟双鱼会去主动撩妹 所以这两个是会主动出击的渣男 另外两个就会想说 啊 老老好 就是你来我也不会拒绝你 对 然后还有一个我们没有上榜的 是也常常被黑的处女座 可是处女座跟双鱼座会很像 只是因为这在 因为我们就是讲四个而已嘛 如果就是双鱼座 如果处女座还可以排的话 可以排第五位 就是处女跟双鱼会很像 怎样像 她是怎样 就是在 各种撩妹 劈腿的这个部分 她是怎样劈 处女不是有洁癖吗 对 他们是对别人 就是在感情的部分上 对别人是洁癖的 但是对于自己没有那么的洁癖 这就是双重标准啊 就是言以 言以律 诶这不是 这是言以律人哦 对对对 当然不行哦 处女座 所以处女座也要有一个失线 要讲话就是第五名 处女座也要小心 所以回顾我们 我们的这几个第三名 我们双鱼 第二名双子 也就是花心代表 第一名巨蟹 就是虽然温暖 但是要小心 它可能其实有另一半 但它可能没有说 就算他们有另一半好了 就是我觉得这是天生的魅力啊 因为巨蟹座 他们真的是怎么讲 就很有别人的演员嘛 应该这样讲 有些人长得漂亮 但是给人家感觉脸很臭 很难接近 对 可是像巨蟹座 他们通常就是跟人在一起 你就会感觉很舒服 很温暖 因为他很理解你的心情 然后他们很容易让别人卸下心房 然后当一个女生孤单 然后突然又有一个让你觉得很温暖的时候 很容易也就会出漏去 好啦就聊下去啦 好啦 就撞下去啦 好啦 就撞下去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